金正恩为什么能够成为80后的一个最强领导人 而他并非是金正日长子 他是老三 为什么能够费长利用 这是这几期视频当中大家的疑问 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和大家分析一下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费长利用 在朝鲜以前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附属国之一 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 立长子为继承人 这是不变的 按正常情况下 金正恩上面还有两个大哥 一个大哥是金正男 二哥是金正哲 怎么也轮不到老三金正恩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些情况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金正日还是有意思 想把金正男培养成为接班人的 并且安排金正男有很多职务 是不是 让金正男好好历练一下 后来的事情 大家在网上能看到 就是说金正男用假护照爆出丑闻 这网上一些说法 说他就失去了继承权这一系列事 其实在我看来不是那么回事 主要原因在于啥呢 第一金正男是出生问题 有他的时候 还有原配夫人叫做江一倩 对不对 而当时他妈陈慧琳 陈慧琳当时比金正日还大了六岁 并且还育有一儿一女 虽然说人家是真爱 但是这段感情剩下来的孩子 金家是不接受的 我们这个说法算了啥呢 私生不正 对不对 出生不正 导致了不能得到金家的培养 而金正男是他大姨大大的是吧 并且在这种大大 还是不是在朝鲜大大的 几乎是童年 是在俄罗斯度过的 青年时候在日本 还有瑞士留学 学的叫做计算机科学这个专业 在外国生活 接触了外面的世界 也导致了下面的第二点 就啥呢 思想不合 对不对 到后期吧 直到这个金正男 大概是二十多岁的样子的时候 金正不就去世了吗 这才公开了身份 我是大公子 对不对 而父亲的金正日 就为了弥补这个儿时的亏欠 配的保镖啥子 是不是 同时给安埋了一些药职 渐渐的也走到了朝鲜的核心领导圈 但是大家别忘了 金正男是外国长大的 思想已经和这个金正日不同了 想法不同了 这其中是肯定会有很多意见分歧的 久而久之 金正日就改变自己想法 自己思想 大儿子你这咋天天给我变了八省呢 不行啊 不在一个道上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金正日就把目光放到了 二儿子金正哲和三儿子金正恩身上了 这我客观一个分析 所以说网上说他2001年 他用假护照啥的 被日本人又驱逐出境 返回国内丢人的事 就离开了核心圈 这么扯单子 对不对 大家仔细想想 就是一个假护照事件 如果不想外人知道 以金家的实力 谁能知道这件事呢 对不对 不算事的事 所以说意见不合 思想不统一 这才导致离开这个核心圈的 那么我们再看看他的二儿子金正哲 关于金正哲这个说法 网上说他体弱多病 是不是小时候 美娃士还总要玩电子游戏 并且性格非常懦弱 虽然长了1米80大个子 但是性格还软弱的 不像金家人 但是给这二儿子机会 对不对 看你到底行不行 不行 老再说 对不对 所以说在2004年4月份左右 这个年仅23岁的金正哲 就被任命为朝鲜劳动党组织部的副部长了 这个职务很重要 对不对 其实就是变相的考验他 如果这个职务考验通过了 那就直接妥妥的领导人接班人了 但是金正哲却没有做出突出的表现 和突出的贡献 不但没有做出成绩 反而没还是还成天玩游戏 看来这个游戏 真定坑人的 所以发明这个游戏 这晚上干啥 是不是 所以说金正哲在2006年 就两年光景就彻底没有消息了 于是目光就锁定在啥呀 三儿子金正恩这边了 虽然金正恩呢 也是有流血的经历 小时候就和他的二哥金正哲 还在小妹金宇正一起去瑞士留学 但是你小时候的金正恩表现的 非常优秀的 从小就升龙火舞的 特具金家这个霸气风度 他爷爷金正日在世的时候 就非常吸引这个孙子 从小就对金正恩宠爱有加 在金正恩八岁的时候 他爷爷金日成 就曾经给予他一件大将的一个制服 这可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 普通衣服 是不是 在某种程度来讲 那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并且要求全军将领 再见到金正恩的时候 必须居功致敬 这样如此至高的待遇 在外界宣传者看来 那就金正恩极有可能成为第三代领导人了 这是潜移默化的事情 后来的事情 金正日不就去世了 这个28岁的金正恩就被正式推上了 前台了 担任了朝鲜的最高领导人 28岁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一个领袖的确有点年轻 那么金正恩掌握大权 金正恩又如何服纵 对不对 要不说年轻的80后金正恩 确实有手段 上台的第一步就是啥 安抚这帮老臣 触耳关系 给你们最大尊重 你们是老虎公高 这样一来 这帮老臣一看 这小子这么毕恭毕敬 所以说这帮老臣 那也是死心塌地的 跟他干的 对不对 那么等到金正恩坐下这个位子 稳定以后 就开始动手了 金正恩就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 大概意思啥呢 这帮老臣 你们就回家休息休息吧 年龄这么大了 为国操劳 是不是 让更多的年富力强 这帮军官上任吧 你想想提拔一些年轻人 还有今生空间 那不死心卖病 死心效忠金正恩 那就怪了 那么为啥金正恩 又不重视老臣了呢 啥意思 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再明显不过了 是不是 扶植自己的有声力量嘛 这其中啊 肯定有些老神啊 偶尔说 你你不行 不能那么做 你这么做不对啊 但是也被金正恩 有来庭手段 制服了 哎 那就降级值 该降职 降职 该降薪 降薪 你该退休回家 就退休回家了 一系列操作之后 基本完成了 改换门庭 巩固政权 让自己真正的坐稳 这个位置啊 所以说完成权力巩固的第一步 那金正恩 紧接着对社会经济就大力的改革 进行了第二步 让经济啊 重新焕发活力 干啥呀 稳定民心嘛 其实只要老百姓 能够过上好日子 这样的领导人才能受爱的 对不对 不过啊 放眼最近这几年的朝鲜变化 的确啊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能免费分房子 教育啥的 又盖高楼大厦的 是不是 同时啊 节目最后我也相信 这个老朋友朝鲜 一定会在金正恩的带领下 迈向新的高度 越来越好 好 今天分告8点 们分享到教室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